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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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执行狠抓落实 毫不放松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各类应急处置 坚决守住风险边界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落实四早要求 一旦出现问题 要态度坚决 错失果断 争分夺秒 立即行动 迅速做好人 物和场所风控隔离 迅速锁定风险 为进一步精准失策赢得主动 要坚决并弃僻缴绞性心理和松懈情绪 严格执行对高风险岗位人群 特别是冷烈食品从业人员的集中封闭管理 要坚持铁桶式防控 严格执行各类进口动品进入集中监管舱规定 做到批批检测 渐渐消毒 确保冷烈物流防控链条 严丝合缝 要严格执行入境人员14加7医学观察措施 落实四方责任 守土有责 守土单责 守土尽责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完整彻底落实到位 坚决守住第一道防线 要严格落实守枕负责制 一旦发现问题就地流关 坚决防止出现风险扩散 要统筹做好高效疫情防控和教学安排 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要坚决防止怨感 严格落实工作指南要求 强化底线思维 严防死守 确保安全 要坚持生命至上 省市两级要不惜代价全力做好患者救治 要加延元旦春节和省市县两会等重要会议的疫情防控 加强工作统筹 坚决消除隐患 确保万无一失 要做好动态精准信息发布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力亲为 加强工作统筹 言而又言地抓落实 坚决做到及时 快速 精准 有效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省委副出记周波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各市 县市区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本台报道 12月26号 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属普通型病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3例 大连市报告4例 新增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1例 大连市报告2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目前 在院治疗确诊病例34例 尚有29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连日来 大连市一名抗疫人员 早晚背影同框的照片在网上热传 感动了无数人 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是 大连金浦新区先进街道金润小区 下面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这张令人泪目的日月轮转照片背后的故事 两张照片分别是白天和黑夜 出现在画面中的同一个身穿防护服的背影 他坐在居民楼前 身边的地面上还有不少残血 拍摄这两张照片的是 金润小区碧区21号楼居民王先生和他的妻子 从本月19号金润小区封闭以来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进驻小区 每天不停的忙碌 感觉小区确实这个志愿者跟我们说 确实也不容易 当然早上来了还那么冷 我得想起是白天 就是每一个白天基本上都拍一张照片 晚上发朋友圈为他简单 晚上就是22号明天晚上 我一当中一看 瞪瞎怎么怎么怎么那个那个 还有个人呢 当时我就感觉到 确实这个志愿者太不容易了 当时王先生拍下了那张夜景照片 与妻子白天拍的图片比对 他们发现画面中的是同一个人 于是他们将这组日月轮转 昼夜坚守的照片一起发到了网上 照片中的抗议人员名叫刘盈辉 是大连金浦新区战前街道环保社区的工作人员 记者联系到刘盈辉时 他正在和同事们一起忙着转运送到金润小区的食品 卸货了 不然卸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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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他一趟12个 第一天就是20号那天 我是刚来是什么也没有 就是在小区 因为这比较冷嘛 地上也不能住 全是积雪 就是下雪 下了很多天了 他这还阴凉 然后就倚在附近的树上 实际上是占一片腰累的腰酸被疼的 然后在这前一天 我们在就是我们所在树区做河南检测 然后睡眠也不足 过来以后也是有点累 就倚在树上 刘盈辉说 他每天早上六点到岗 要一直忙到深夜 虽然天气寒冷 任务繁重 但辖区居民却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两张日月轮转铜框照 让众多网友泪目 网友留言说 因为你们的存在 让我们相信 即使再难 依然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疫情之下 在大连 还有很多很多跟刘盈辉一样的人 奋战在抗疫一线 祝大连记者报道 12月26号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在大连开设了一个特殊的考场 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一位 无症状感染者 在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 顺利完成了严考的答卷 早上7点半 距离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首场开考还有一个小时 考卷在公安干警的护送下 抵达大连市6院 考场设在一间负押病房里 静考老师在大连市6院行政楼 通过专门设置的摄像头远程检考 8点考生进入考场 静考老师使用对讲机宣讲考试纪律 与此同时 封闭好的试卷正通过交接传递 由清洁区到半污染区 再送进病区内的考场 8点半考试准时开始 两名医护人员在考场门口守候 随时监护学生的身体状况 我们单独给他准备了一个病房 作为一个临时的考场 这个病房的条件呢 也按照历史高考这种严格的考试距离呢 我们做了一个布置 有负压的 有摄像头 毕竟是一个紧张的一个考试 专家会诊人整个身体的一个评估 我们也做了一个应急急救的一个准备 上午11点半 首场考试时间截止 考生交卷 两名医护人员开始对试卷进行密封和消杀 拿到速封消毒的卷纸后 工作人员又进行了多层严密包裹 立即封闭保存 在医院设立了保密柜 试卷由警察护运 转运到救治中心 试卷在病房里的运转 开启 使用 消毒 封装 无缝连接 确保试卷的安全保密 下午5点 设在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这场特殊的考试顺利结束 医护人员立即对考生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与评估 26号 这名考生的密切接触者中有21人也同时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均实行点对点全封闭措施 在专设的独立考场进行 祝大连记者报道 12月26号晚 大连市六院隔离病房传出了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 一名新冠肺炎确诊孕妇 经过剖腹产手术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目前婴儿身体状态良好 母婴平安 这个可爱的宝宝哭声响亮 脸蛋红润 为防止交叉感染 婴儿昨晚刚一出生 就从大连市六院转移到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负押病房 由四位临时妈妈精心守护 今天上午呢 我们也对她进行了再次评估 孩子的一般状态非常好 体温正常 那个皮肤颜色也非常红润 复查了一次核酸也是阴性的 现在呢 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 宝娃的母亲由于感染新冠肺炎 21号被送入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入院三天后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最高温度38.7摄氏度 肺部炎症也开始加重 有可能影响婴儿健康 国家省市专家组经过认真会诊后 立即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并紧急从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组建了13人的专家团队 对孕妇实施抛妇产手术 我们派出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团队 包括我们的产科的专家团队 还有我们的新生儿的这个副主任医生 除了我们的人员要到位 我们还把我们的一些高精端的一些设备 也搬到了六院的这个手术室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手术 婴儿顺利分娩 重2160克 综合评分9分 健康状况良好 之后连夜护送到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由新生儿和儿科组建的团队 24小时精心护理 祝大连记者报道 2020年岁末的冬日 除了该有的寒冷 又多了疫情的复燃 然而单独开辟考场的考研生 并没有因为感染而错过人生的关键时刻 决定他未来命运的 仍旧是曾经的积累和今天的努力 日月轮转 默默坚守的社区工作人员 用不离开证明了不后退 不放松 不放弃的决心和勇气 感染的孕妇平安生产 困难与希望总是同时降临人间 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始终相信科学的态度 严谨的管理和人性的光芒 当我们再次应对考验 我们更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因为我们付出过代价 我们夺取过胜利 我们见证了勇士逆行的无畏 我们凝聚了众志成城的力量 我们更感动于普普通通人 坚定温暖的守望 定会驱散疫情的领动 正像考研是对大学四年 努力拼搏的检验一样 我们再一次直面疫情防控 和应急处理的大考 让我们携起手来 交出一份高质量的合格打卷 12月27号 记者从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12月26号零时至24时 沈阳市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四人均在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治疗和观察 生命体征平稳 此外 根据患者行动轨迹活动范围 初步划定1.32个 采集环境样品1007份 开展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加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管理 提升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预警监测能力 一旦发现核酸阳性病人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坚决做到找发现 找报告 找隔离 找诊断 找治疗 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本台报道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下午5点 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外通报了最新疫情及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 12月26号零时到24时 大连市新增报告确诊病例4例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例 本轮疫情全市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8例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4例 从22号中午开始的大连市全民核酸检测已经完成 全市共检测637.9万人次 金浦新区多次核酸检测298.4万人次 大连市针对被隔离人员中有部分特殊人群 如年老体弱孕婴群体 以及个别存在心理障碍人群的情况 为防范出现疫后综合症等情况 在目前全市已启用的集中隔离宾馆酒店 均配备了专业的医护疾控及心理咨询人员 大连市教育系统结合再连高校陆续进入期末的实际情况 指导各高校立足不给外界带来风险 科学有序安排期末工作 不提前放假 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及风险可控 风险等级降低的情况下 错时错峰做好放假安排 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安全有序理联 并将指导高校按照一人一案原则 制定离校和留校学生抬账 按照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 辽宁省即将对部分重点人群 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下周起将优先对重点地区的重点人群 进行接种 重点人群都包括哪些人 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包括从事进口冷链 口岸检疫 航空空勤 生鲜市场 公共交通 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以及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去工作 或者学习的人员 紧离缓解输入性疫情防控的压力 降低本土病例发生和国内疫情爆发的风险 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禁忌 疫苗的禁忌一般有一个原则 一般人打过一次疫苗以后 如果出现过敏情况 它就属于禁忌接种的范围 另外 受众者过去对某种疫苗成分过敏 这个疫苗如果含有这种成分 也是接种的禁忌 还有一种情况不宜进行接种 如果受众者正处在发热期 或处在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或者得了急性疾病 这些情况都不能接种疫苗 还有一个通用的原则就是 对孕妇不建议进行接种 接种后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哪些 出现哪些不良反应需要到医院就医 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的常见反应 包括局部反应和全身反应 局部反应包括注射之后出现疼痛 肿 痒 全身反应主要有发热和乏力 无论是局部反应还是全身反应 大多是一过性的 一般是不需要处理 但如果发热超过38度5 或局部红肿较严重 超过了2.5厘米以上 这种情况下需要就医 现在有必要打新冠疫苗吗 打完还用不用再戴口罩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冠肺炎疫感者 接种疫苗是非常必要的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 一方面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的 在流行期间还会有较少的接种过疫苗的人可能会发病 另一方面人群免疫屏障或者群体免疫没有建立起来之前 新冠病毒仍叫易传播 所以接种疫苗后还是要按要求戴口罩 并采取其他防控措施 本台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看 面对疫情影响 辽宁港口集团营口港 加强与南方港口级船公司合作 保持了海铁连运班列的正常运营 2020年 营口港内贸集装箱海铁连运量同比增长25% 首次突破100万标准箱 位居国内首位 12月27号 随着营口港至黑龙江省772市白山箱集装箱班列的出发 2020年营口港内贸集装箱海铁连运量首次突破100万标准箱 依托绿色高效的全程多市连运物流组织模式和服务品质 今年以来 营口港广泛吸引了淀粉 粮食化工等多种货源到港 营口港与招商港口合力构筑了南北互动的物流大通道 开通了八一圈至漳州 汕头 湛江 虎门等多条内贸集装箱的搬连航线 今年 营口港到招商旗下港口的货物通组量同比增长了30% 同时 营口港与中原海 中古 安通等多家船公司加深合作 使腹地道港口较为单一的业务模式逐渐向门到门的全程物流模式转变 目前 营口港常态化运营的海铁连运班列线路已经发展到132条 十三五期间 营口港海铁连运量年均增长23.9% 在全国同类业务总量中的占比已经接近15% 有利保持了南北货运通道的稳定运行 本台报道 在唐宋八大家中 苏哲与父亲苏巡 兄长苏氏齐名合称三苏 他的文章结构严谨 简洁畅达 对后世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就跟随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一同走进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 苏哲 自子游 梅州梅山人 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还与辽宁有过不解之远 原有四年 时任汉林学士的苏哲作为史臣初始辽国 曾在辽惠州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建平地区停留 并写了一系列诗作寄给哥哥苏氏 介绍一路上的风土人情 苏哲跟苏氏说 说契丹人 也就是胡人 也特别喜欢苏氏 也喜欢他的人 喜欢他的文章 这件事呢 在对于当时来说 这个民族间的交流 交流 融合呢 有非常大的意义 苏哲生平身受父兄的熏陶 以散文著称 文章立意平稳 朴实淡雅 同时 他也擅长书法 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 就展出了一件他的行书作品 拔槐素 自续帖 除了在解体严谨之外呢 同时也多多是好能看到苏氏的这种书法风格 就是相对要风雨一点 舒展一点 也就是说他的书法呢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他哥哥的影响 苏哲的一生经历涣海浮沉 屡遭贬折 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创作了很多文学佳作 其中 黄州快哉亭记 就是他被贬到君州时所做的 他里面有句话叫合适而非快 并不是说飞荒腾达 生活舒适才能快乐 只要内心平静 只要有自己的志愿 有自己的报复 有自己的追求 一样会过得很快乐 这也反映出了他这种旷达的人生的格局 本台报道 即日起 大连市将开展渔业安全整治工作 并启动涉海渔船起底式大排查 准确掌握渔船基本情况 到明年6月1号前建立涉海渔船数据库 今年以来 大连市共清理取缔涉鱼三无船舶219艘 12月27号 我省首条低空短途运输航线开通 这条法库制盘紧航线 主航线飞行高度1800米 航程距离175公里 每次飞行除飞行员外 可搭乘三名乘客 本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